我看见了能够重复的 看见它下边有细胞什么什么的 我才承认 但是东方的这个一斤的这个像素 哲理制造像的这个像素口线了 就是说 我刚才说了 它这个形在这个广播无解的大象里边 它能够写线的形啊 往往这是沧海艺术 还有很多很多的形没有写线 还有很多很多的形是时影时现 那你不能说它不存在 是不是 那么我们的经络修说 为什么到现在经络的结构找不到了 有最好的学位 你几十年研究 都是尖端研究 经络结构了 全世界都没找到它的经络结构 你能说经络不存在吗 你能说用学位治疗疾病不存在吗 那么你这个研究经络的这个方法 你就得用什么了 就得用像素科学的原理来知道 其实 中西医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 西医见效快速但不至本 中医标本监制但见效缓慢 他们在各自的发展中相互渗透 相互吸收 取长补短 从而推动了我国医学乃至世界医学的发展 所以阴阳五行呢 它是来自于易经 在中医里边呢 可以说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这些东西呢 这些理论呢 都是从世界中来 而且是几千年来 是行之有效的 这个中医学里边的阴阳理论呢 可以说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 为我们中华人民的健康呢 可以说是做出了结束的贡献 像这样的这种 非常重要的核心理论是吧 是不容轻易诽谤的 这个理论呢 我们知道了 它对我们的 它是有来源的 它是我们整个中国文化的一种 就是可以说是一种 传统的一种科学吧 对吧 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医学 这个五十周年的时候 是吧 建业五十周年 中国中医科学院 建业五十周年的时候了 无一种理要代表这个 党中央代表政府 把这个中国中医研究院 正式改名为中医中医科学院了 就说明我们党和国家呢 非常的这个关注中医的中医学 非常关注中医的理论 所以呢 我们呢也觉得了 我们确实要爱护中医学 要爱护中医学了 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下阴阳五行 我们就必须要呵护 对吧 而且呢 医学和医经的关系呢 我们知道是存此下意 存满此行 所以呢 这个 对于这个医医之间的关系啊 中医和中医学的关系呢 我们认为呢 他这个洪洋这个医经呢 是对中医学的有重大的意义 这个就是说中医中医学的关系的 也其实他这个自古以来对中医学的发展啊 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经济也必须产生这个这个重要影响 这就是中医和中医学 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出现的中医和西医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 但他们各有所长 各有所短 在各自的发展中 必然相互渗透 相互吸收 举长补短 从而 推动我国医学乃至世界医学的重大变革 我们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以疫经为基础理论的中医药科学 将真正与西医有机结合 融会贯通 形成一种新的医学体系 中医药必将为世界人民的健康 做出更大的贡献